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是我有脂肪肝 而且我胆固醇过高 怎么会这样子 我看起来这么瘦 怎么会有这种脂肪的困扰 那这其实就是代谢症候群 然后引起脂肪肝 这是很多现代人的通病 那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代谢症候群 那中医怎么样治疗 代谢症候群是什么 它不是一个特定的疾病 它是一连串的症状的累积 像是血压 血脂 血糖 还有我们腰围异常 那加起来它就是一个健康的警讯 那会怎么样呢 就很容易产生各式各样的 然后衍生变成糖尿病 脂肪肝 高血压等等 所以针对这样子的类别 我们就要特别去注意它的代谢状况 腰围 血压有没有偏高 空腹血糖有没有偏高 三双高油脂 还有胆固醇这些 那如果这些呢 每一项都比较高一点 那你这样子代谢的风险就比较高一点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跟现代人的生活形态不正常有关系 你看我们饮食大部分现在都已经偏甜 偏油 都比较不是原型食物了 然后呢 现代人很忙啊 也没有时间运动啊 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遗传的基因 家族的体质等等 那就产生了代谢症候群 那中医怎么样看待代谢症候群呢 那好像是一个现代的疾病啊 因为中医以前也没有血压啊 也没有血糖 也没有抽血啊 那有代谢症候群这件事情吗 其实有哦 《黄帝内经》里面就说啦 就说你吃一个东西进去 引入一味 然后呢 这些东西啊 就要变成我们身体里面真正的能量 还要变成我们身体可以用的东西 所以说 现代医学所说的 代谢症候群 其实就是我们吃进去的营养 没有办法好好被我们利用 变成什么呢 废物就是 血管里面高血脂啊 那它卡在血管里面就变成发炎啊 那发炎怎么样 就很多的血酸啊 然后就变成心肌梗塞啦 中风啊 那这些呢 就相当于我们以前 古书里面讲的 这个水谷经维 进入我们体内没有办法 游异经气 变成一些 弹瘾 堆积 那这个路径出现障碍 在中医来讲 的确是可以处理的啊 处理什么呢 处理脾肺 那处理全身的经络循环 当然就可以调整到 现代所说的代谢症候群啊 那所以呢 最重要的原则就是 把这个路径都调整好 那这个路径是什么呢 皮胃最重要 那皮胃呢 然后呢 脚脂跟血糖也下降了 那就是让我们身体的 代谢路径正常化了 那自然就不会 累积这些废物了 那中医呢 以前古代的医师啊 看不到干燥里面 有没有脂肪啊 没有腹部超硬波可以看 可是他看得到 他看得到有一些症状 那真的好像在肝这一区 怪怪怪的 像什么呢 像肝温 肝肌 这样子的疾病的描述 就是说 病人会疲倦啊 然后这个肝胆 这个地方啊 胀胀的啊 然后甚至出现黄胆啊 他可以看到说 人会很困倦啊 然后脸看起来 黄黄油油的啊 好像就是有个湿湿的 发炎的东西在那里面 那反反复复不会好 那跟现代脂肪肝的 疾病的特性是一样的 那很多人啊 他有脂肪肝啊 然后他就会觉得 很容易困倦啊 然后肝功能上升啊 然后邪肋这附近啊 会觉得很容易脏脏 痛痛的啊 因为肝脏会接收整个 肠胃的消化系统 所带过来的这些养分 有肝脏要做代谢跟解毒嘛 所以呢我们调整脂肪肝 就是从肝跟我们消化系统 一起调 那如果这两个地方 我们都处理好了 那慢慢的脂肪肝 真的可以逆转哦 那中医要怎么去治疗呢 我刚刚就说过啦 脂肪肝两个最大的原则 治疗脏腑就是在肝 还有整个消化系统 那在中医来讲 整个消化系统就是归属于皮 所以我们就是调肝皮 这个病人他有肝湿出现 或是皮湿剑孕的状况 就是说肝脏跟皮脏 这两个脏腑 好像功能没有那么健全的话 那就会累积一些代谢废物 或是病理产物 那中医的病理产物 就是痰瘀 那西医呢 就说他是胆固醇啊 三酸肝油是过高 那所以我们这样子处理之后呢 这些代谢废物下降 你抽血数据就会正常啦 那有一些类型的人呢 他是他体质就容易产生 这些病理产物耶 像我刚刚开场提到那个案例啊 他女大学生 他是热武社的社长耶 扁淡漂亮 身材也很好 可是呢 脂肪肝 三酸肝油脂 胆固醇也过高 怎么会这样子 他说平常跳完舞之后很累啦 然后已经晚上就跟大家去吃宵夜 那是烤炸腊啊 然后呢 是烤炸腊觉得口很渴 再灌冰的 那其实这种类型呢 就是属于弹湿类型 阳虚类型 跟气虚类型 为什么呢 那一天到晚跳完舞很累了 然后又吃那些他消化不了的东西 就会造成弹湿 然后呢 又灌冰的 那就会造成湿血会更容易累积 韵化不掉 所以呢 这些废物啊 内脏脂肪啊 就堆积起来了 那我就花了半年的时间 我帮他健康 然后呢 帮他补气温养 再给他一些饱和碗啊 促进代谢的药物 半年之后呢 我再帮他抽血 整个三方肝油脂就恢复正常了 所以年轻还是比较好调整啊 那像这样子初期的脂肪肝呢 或是初期的血脂比较高 其实西海也不见得会开药 就是会叮嘱病人说 你要好好运动啊 维持饮食习惯啊 但是如果再加上重要调整 这整个调整的速度 就会变得很快哦 那代谢症候群或是脂肪肝呢 不见得都是吃东西造成的 还有酒精性引起的 像有个病人啊 他真的压力很大 他每天都要喝酒 我说你可以不要再喝酒了吗 他说他是单亲爸爸 他自己带小孩压力超大 然后呢 除了带小孩之外 爸爸妈妈也生病了 他还要照顾爸爸妈妈 下班就只好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喝闷酒 然后那最近来找我就是说 嘴巴很渴啊 肚子都很痛啊 然后觉得全身好累好累 那我就帮他抽个血看一下 三酸肝油脂正常是150 他是五六百耶 然后呢 肝脏的指数呢 就真的是一两百 这样子肝脏真的在发炎 我请他真的要去看肝胆肠胃科 然后照超音波发现 真的是已经中度的脂肪肝了 我说你不要再这样子了 这样子喝下去 这有一天会变肝癌耶 那我就开始帮他 疏肝解育 就是让他压力不要那么大 一天到晚想要喝酒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呢 帮他健脾 然后呢 帮他力胆 然后呢 帮他保养全身的正气 就是让他代谢好一点 帮他温养 那吃了药之后呢 一年后 三酸肝油脂完全降到正常值 那脂肪肝呢 就控制在轻度这样子 那所以这就是中药控制的优势啊 你不只是代谢造成的 你就算是喝酒造成的 其实呢 中医还是可以去帮忙处理这些 发炎反应这些毒性 所以大家要尽早去进入这个治疗状态 然后改变自己的作息习惯 那我们日常要怎么去做保养呢 其实最基本的就是饮食一定要控制啊 如果喝酒的话 甘子素已经在上升了 最好是戒酒 然后呢 低糖 低脂肪 这种高维生素 高蛋白 高鲜的饮食 就是要开始进行了 然后最重要就是要运动 因为运动呢 它可以有效地减少内脏脂肪 如果这些都做到 再搭配中药好好去保养 真的可以改善脂肪肝 或是肝纤维挖的这个状况 那当然呢 日常有些保健 那这就是说 你家族有这个脂肪肝的基因啊 然后有这个代谢症候群的基因啊 那你就是觉得日常也想要保养一下 那我们可以喝一下消脂茶 像是我们用柴虎啊 五味脂啊 荷叶 这些东西呢 一方面都是来保护我们肝脏 二方面可以树干 那三方面呢 它真的有一些消脂的作用 所以这样子有事没事 一个礼拜喝个一两次 那味道也不错 这样子呢 可以有助于保养 观众问说 吃洛神花 山楂这些 号称可以降血脂的这些产品 可以改善脂肪肝吗 其实这些东西真的可以降血脂 可是你如果血脂已经很高了 像我安利说的那个 山楂甘油脂都五六百了啊 然后烧一波烧起来 已经中度脂肪肝了啊 你就是光喝这些茶饮 效果可能没有那么好 因为它们浓度啊 并不高 那如果你要这样吃的话 不如直接吃我们中药 萃取出来的红麴胶囊 或是中医师开立给你 用科学中药已经萃取过的 那个浓度才会高 与其呢你在那边吃个一两年 消脂茶都不见成效 不如好好来吃个半年的中药 让血脂恢复稳定正常 然后再来吃这些做保养 这样比较好一点 好 脂肪肝不用吃药可以改善吗 其实脂肪肝啊 通常经过十几年的养成 像我开头说那个热武社的社长啊 他要不是想到去做健康检查 因为他其实觉得他很健康啊 身材也很好 他也不会发现 那所以说等到你真的年纪大了 去健康检查发现的时候 那个累积都已经十几年的代谢习惯了 所以这样十几年呢 你如果没有好好的用中药马上 或是用西药马上的让自己进入一个正常状况 其实你要回复还要再拖很久 那你如果有配合中药跟西药 然后再配合饮食运动 那就会马上进入正轨 这样比较好一点 我们今天讲到脂肪肝啊 相信大家都已经了解 脂肪肝呢 是可以治疗的 也可以预防哦 及早治疗 让我们更早帮你稳定状况 感谢您的收看 大家学患意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